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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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是Focus在 X86的32的地點 再評審一下課 當在今天的課堂當中 我會想要跟大家配上說 35元以基本的一些的 一些的硬體的知識之外 我會跟大家說 還提到一些有示威的 但是因為想說 光是32元來講 可能就資料量不少 所以說可能層六四 會稍微急 到今天的東西來講 在硬體上的介紹會比較多 因為作業系統 它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是管理一些硬體 所以說它跟硬體上 直接做一些互動 所以這邊來講 我們需要知道說 我們所這個 管理的硬體 它是這個 這個架構的方式是 什麼樣子 那剛剛這邊來講 就是一台 三神園電腦的一個主機板 那這些系統 我們講的都是發生 故事就發生在這邊的 各環境長期都在附近 那這些系統會載不進去 那這些就是 又再去執行 那這些在這裡的這個 集體當中就是作業系統 那如果去管理一下 我們就讓各個統統的層次 那以及這些的體系統 那其他的方式 會是這樣子 那 這邊來講 剛剛這次如果說是 32.0的CPU的話 它過去的一段的 也近了一些的歷史 那32bit 那它不只能 Fending 4 還有這裡是32.0的 這樣一些的 像這樣的CPU 那大家比較 那這邊來講 大家看到 這邊的街角很多的 那因為我會提到 我會提到 一些的JS 所以三十萬元電腦 一線的話 你至少會有三十萬元 像JS、JS、BUS、MINE 那如果你PAAE 有營業果的話 它會多四條 這個就有三十六的電腦 會送到這一個 我們這個 主機板上的這些課 還叫JS、BUS 上面 連到這些記錄 然後東西拿資料 那剛剛這有關 詳細的這些 adjust的細節 我們在 後接上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再 做一些的介紹 就像這樣子 那 那這是一些的 實機物體 像這樣子 按照上這樣的方式 好 剛剛講的是 32位雲的 就是 我們的時候 這個 這個IA32 反正IA就是 英特爾把黑球的點稱 但是 到IA64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 就是 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 像我們的CPU 所謂 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 它沒辦法跟IA32相合 然後這也跟著 英特爾當初 它在發展的 這個的 這個的策略有關 它從32的時候 進到64位的時候 一定有其實它設計說 但不要說 有個跟之前 很相關的這個包 雖然我要設計 一款全新的CPU 看它自己的 運作跟set 還有一些的 新的 就是說 一些硬體的 一些硬度的方式 那 然後32位電腦 如果說 這個層次 按照模擬的方式 但照這 發展出來之後 其實非常的不成功 因為 當時它出來的時候 很多的 32位的層次 就是 發現在 我們現在不然能用起來 32位的層次 在那邊執行 它不然起來 速度非常的慢 剛剛就在那個時候的時候 它的intel 有種重要的競爭 最有的那個MD MD 它就發展了160 是有數位元的 那有數位元的 但是它這個是 跟32位元是可以相容的 比如說32位元的 它是 intrapping set 事實上是可以使用 包含指令 支援32位 做得非常成功 那非常成功之後 然後這樣逼著說intel 回頭來 它必須要做出 一支相容的功能出來 所以這邊來講 我們所介紹的這個 架構其實很多 是來自於AMD的 但是另外一次 就是說intel 是比較獨大 它後來它自己 回頭做的時候 它就不叫做 因為它之前 i64 已經用在這個叫 所以說 它就叫做 有時候我們會把它叫 x664 當然intel本身的 document 它會叫做 IA321 IA321 還是會叫做 像這樣子 今天會有些名詞 上面有滿意 我會用錯的 其實有時候 你會發覺 不管是亂一大廠 像滿沒亂 或是像一姐大廠 他有時候 都滿堅持要他自己的名字 他就不喜歡去 跟別人 跟別人一樣 所以說其實也照常說 滿多的像這樣子 一些的 它在使用上的一些困難 它就想說 IA321 就是就是說 這一個 六四位 跟321相同的 x86的 像這樣子 六四位的電腦 那當然有時候 我們發生叫 x8660或是x64 x64 x64它跟i32 不算是來講 是一系列的 像是誰的 或是作為 x86或是 i32 那i32 大概基本上 是六四位的電腦 不像這樣子 那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這一個 它就是說 這邊來講 可是擴充的 但是原來是可以相同的 那就是像這樣 那可以做到 三四圍的應用程式 以及三四圍的作業系統 我們現在講的作業系統 講的是三四圍的作業系統 三四圍的作業系統 但是你可以用在 六四圍的這樣子的CPU上面 我們會稍微給大家介紹一下 六四圍的CPU上的一些的MOD 當然你知道它事實上 是Support 就是x86的這個64 或是x64 它是可以Support 去做到三四圍的 像這樣OS 然後你有三四圍的OS的話 當然就有三四圍的 連A群的上面可以Run 那當然這邊來講 就是說 當然這是它成功的原因 又是因為它可以 跟之前的三四圍的 配上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大家知道說 這個IA64 跟x64 是個完全不同形式的CPU 然後你看一下 這是i64的CPU iCPU 大概就是說 這系列要叫做 Icanium Icanium這套系列 把這個 出了東西去塊 然後去塊 像這樣子 但是它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過的 它跟IA32的 是不相容的 不相容的 你要去模擬 要去模擬它 可能模擬去模擬卡 然後速度會變得很慢 那麼大家都不太想去用它 就是這個IA32的 那當然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讓大家跟大家再就是說 再強調一下 就是說 IA64跟Intel的64 那這個 就是x64 x64跟i64 是完全不一樣的架構 不一樣 指令級都不一樣 不一樣 不像這樣子 當64為一個像這樣子的 Intel的話 包括MD的話 它可以分為 我們看它的系列 可以拿幾個系列 就像說它好像那個車廠對不對 會發展什麼 一系列的 重新輛車的 一個SUV的系列 然後 房車的系列之類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總共這個 從總Pending的這個系列 這有一個6 我剛剛在Pending後 像這種CFD的話 或是U-Cup 這些都是64為元的系列 然後呢 像那個 像大家現在比較常的 什麼I5 I7 I3之類 也都是640系列的 好 那你看看 真的在那個 這個IA64的CPU 其實滿有很多 好 所以如果我們要的話 我們一個就是走這個 S32 禮拜就是走這個 這個S64的 好像這樣子 旁邊來這邊 那大概 很多現在主的事實上 還是走的是這個 S64 不走IA64 所以接下來 我們看到我們的討論當中 我們這個IA64 沒有讓我們有去賣管它了 好 那相關發言我們的是 有但是很多 因為以前64的 其實是64的都 X64的都不太多 好 那另外的IA4 相關的一些資料 其實真的很多 然後 有時候這樣 就要去 只要有去Chance Code 或是Code 到我們現在的3.9 3.1級 當然好像上 剛剛提到過 Code已經讓賽到 1000多萬行 好 那現在2.6.2級的話 差不多能到 8.6 只有六七百萬的團 已經跑不掉了 所以它現在其實賽價非常非常大 包括 剛剛招了很多的一些的 就是說 Divine Drive的進行訊 還有一些的 黑片的進行訊 這些訊號的進行訊 這樣很多東西的 那也加上就是說 一些 我們到時候 在這期 都給它介紹的一些 所謂Namespace的一些東西 另外就是完全一些 新的架構基進去 其實是32萬元的東西 它滿多東西都有些變化 那當然之前朋友 如果有學過2.6.16之前的東西 那還是恭喜你 因為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 但是你如果都了解的話 那其實 英國有些做一些 Ebelly的比較前面的 比較早期的東西 那這樣這樣子 OK 那 當然是先讓大家看到的是DU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超超6的 然後這邊先看32的 那 對我們會再看64的 那一下去Code conversion 我們可以讓大家介紹一下 但是 就是說 為了防止說 太多的資訊 會把大家給講 會 因為基本上64的東西 我們可能在今天的 客當中 我們介紹完之後 去看 我們就分尊 Focus上 那 也許說 我們會Focus到 整個的 就是說 平台上 會有思維的平台上 可以這樣子 OK 那 這邊來講 大家先看 就是說 在這文件上面 來講 我們有八個的 這八個 就是說 在我們的 好 我們這電腦上面 很多專家都有記憶體 那這CQ當中有記憶體 然後這邊也是記憶體 沒有問題 那我們的一些的 比如說 我們的一些的 桌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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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的介面卡上面 都會有一些的記憶體 那 這些的記憶體 我們剛剛 你要記憶體 你要寫取資料 你要給它一個名字 給它一個名字 那在這上面的話 這些的記憶體上 我們給它的就是 你要給它一個 識別的符號 或者說 那個識別符號 在這邊的識別符號 就是一個什麼樣子 一個名字 所以 這個EAS EAS 它代表是一個記憶體區塊 但是 它是CPU當中的記憶體區塊 那叫做佔存器 所以這邊的佔存器 我把它叫佔存器 當然在這個 主記憶體上面 這些記憶體 我們叫做Memory Memory Sell 那它的話 我們要四點不知道什麼 是一個數字的 Adress 就數字的 那在你的周邊上面 那些記憶體的話 也是一樣 它的Memory Sell 它的Adress 它要扣 然後 那些Memory 我們也是把它扣叫做 但是我們識別的時候 我們是用 i-o-pode 這樣子 pode 去識別它 所以都是記憶體 但是分別在不同位置的時候 我們把它識別它的那些 就是說 名稱會不一樣 比如說 這是佔存器的名字 有的是 i-o-pode 的Number 那 i-o-pode 的Number 是個數字 跟這個也是個數字 但是事實上 它們走的控制線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最後這邊來講 這個就是說 這個 這個 也是有決定的 但是這些東西 以後細節會跟大家講一解釋 那最早跟大家講 那這也是 這些戰略器 事實上就是 CPU上的記憶體 CPU上的記憶體 那 CPU在運算的時候 就是說 需要這個 這個 透過這些記憶體的內容 然後直接的 做一些的運算 加減成數 翻譯資料的 因為這些戰略器 它會直接 跟CPU上的一些 的線路直接連在一起的 它可以直接 做一些 這些相關的 一些運算的 會像這樣子 那 當然 我們就可能化 這就是說 這有五組 在專門電腦上面來講 這每一組的話 就是說 這每一個話 這五組 就有八個 那每一個的話 那當然就是說 有EA1C1D 這總共八個 那這個EA來講的話 總共有三十二個bit 那這三個十二個bit當中 就是0到31 那但是這三十二bit當中的 從bit0到bit15 這16的bit 你又可以稱為 它叫做AX 那當然在這三十二個bit當中的 bit0到bit7 叫做Al 然後呢 bit8到bit15 然後這三十二個bit 這個叫做Al 或者說 另外一十二個bit 這個叫做Al 不是說這三個bit EA當中的最右邊的 那八個bit 那八個bit 那你稱為叫做Al 或最右邊的十二bit 叫做As 相同的規則 我們可以運用在 這個其他的 戰能器當中 那EAS ECED EB 然後這是前這四個 那再加上這後面的 這ESRI EDI 這總共這六個 比較說 比較扮演過 是屬於一些資料用的 或是一些去掌握的時候 的一些 Source Firmation 就來使用的 那 EASP EB 這扮演非常重要的講測 到時候我們會跟大家講講 那大家也許可能對ESB 比較熟 那 EBP可能就不是 就是相關來講 等一下它可能介紹比較少 但是這個扮演也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EASP EBP 會像這樣 所以有這樣子的 Generable Surveillance 這邊是這個八個 有八個 那 那 剛剛排隊所說的 Intraction Point 那大家記憶的記憶就是 Intraction Point 它不是指向 你正在執行的指令的位置 它指向的是你接 正在執行指令指令 接下來它要執行完畢之後 那接下來要執行指令的位置 好 所以你看到它這時候 它是當時它還沒被執行 它是下一個準備被執行的指令的位置 會放到這邊 剛剛就是看 因為像如果說你是在 16bit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 暫停期的話 只用到最小的16bit 就變成16bit 我們叫IP 它如果是30分的話 我們就叫做EIP 叫做EIP 會這樣 就放接下來指令的 就是說的 就是說的 那位置 px 那這屬的e-flex的暫存器 30bit 30bit 30bit當中 有些沒有用到 那有用到的話 這每些bit 代表的是一些flank 代表的CPU剛運算時的一些狀態 或是你可以透過它去控制 一些CPU運作的一些方式 那像你要不要接受的in-a-roud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這一個 這個flank 你可以來控制它 好 就是一起來in-a-roud進來的時候 我這個CPU是不是要管它 你可以透過這個來控制 這個in-a-roud in-a-roud flag 那有些是就是說你今天debug程式 你程式執行的時候 甚至執行到指令 就要進到debug 跟debug 就是可以透過這個來控制 有些是可以控制你的電腦的 你的程式的 作業系統的 運作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有些是告訴你一些的狀態 譬如說你今天計算的時候 有沒有像這樣子的一些overcode發生 overcode發生 這邊 好 那這樣子 那出去的時候是到底是 就是一些出發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是等於零 或什麼之類的 大家在做什麼醬子的時候 常常會告訴你 就是那種在frank 那這邊我們第一位 跟大家做 現在就先暫時跟大家做介紹 因為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跟大家提到 那些 其實在家的客人當中 用到的東西 會用到的東西其實並不多 並不多 就是我們今天這月期的客人 那如果說你要進到in-a-roud的話 或是一些debug的話 就有些東西會比較要用得到 就像這樣子 OK 當然今天這次 大家可以進去做一個複習 一個回覆 好 像這樣子 那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所謂叫做 second register second register 就是說 在這個 超過六個來講 三色X 三色X 三色來講的話 它的segment register 它最主要是有六個 那最主要是說 它跟這個 大家在POIS 學的時候的 這個segmentation 的這個 或是Increment 的segmentation 這個概念 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 所以說 我們會把我們的這個 機體區塊 把它切割成一些的segment 就是說整個的 以三色的電腦來講的話 我們一個process 最多的這個 就是說 最多的這個 就是二三十二次方 二三十二次方 就是四幾桿 這四幾桿的話 當然理論上來講 我們可以打切割成很多 不同的區塊 那每一個區塊 都是放相同性質的資料 可能都是code 可能都是 其實過初始的data 或是沒有其實過初始的data 或是Lirate 之類的 那這些的segment 其實的位置 透過那些的segment 然後來這樣子的 就是說 來指定 然後這邊來講 這個segment的東西 這種概念 是我們之前 後來自己就在講的 其實你在EAS 到時候你看的時候 其實它從三十二次的時候 它其實就已經有想嘗試 不要用segment 而是因為整個硬體的 設計的架構 它就是有segment在 但是到時候 我會跟它講到 它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有這個站成器的機制 但是有這個segment的機制 但是它完全不要用到segment 但是到時候 到六四問題的時候 事實上真的 它一起擠在設計 大概segment就把它洋棄掉 就把它洋棄掉 那可確實在做 全segment的時候 大概segment就已經沒有 翻演太大的角色 那這稍微只是說 稍微給它提一下 我都沒有看 那 所以來講 這segment range 它有分的一個部分是 我們程式當中 可以去控制的部分 那還有部分是完全 你根本就沒有 沒辦法動到 這是個cash 這是個cash 那segment range的話 這是說 看你在16位元的電腦上 ROP 還是312位電腦上去ROP 大家為什麼要這樣講這樣子 因為如果說 你今天的話 是一種S32的話 你開機的話 你會是在PiOS 是在Lure Mode 那時候是執行16位元的層次的 雖然說你的CPU 是這個32bit的CPU 乃至64位元的情況 也會是這個樣子 也會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樣來講的時候 它有的時候這個 剛剛開機後 是Real Mode 所以同樣的對戰問題 在Real Mode 代表這一個Mode 它其實解釋一個GX的方式 會不太一樣的 它所代表的意義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不管是在Real Mode 在PiOS來講的話 或是說這個36B 或36B 來講的話 那這些segment range的值 都是16個B值 只是在不同的Mode之下的話 那它解釋的方式 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些的所謂的 那PiOS 實際上是在PiOS才有用的 因為那時候 在PiOS的話 這東西是要用它 查表用的 那查表用的 得到的一些資料 可以放到這裡頭來 那當以後我們 會講到的時候 會再跟大家再講 所以今天這個 你不知道是沒有關係的 只是知道的東西就是說 有6segment range 有16bit 有打火棍的 那有哪些segment range 照這件事情 就可能也有 今天我們講的東西 比較像是一些 概念性質的東西的一些介紹 或是像這樣子 還有所謂的一些 有些的table register 那這在這一個 你給我的CPU當中 我來講 它使用到的 大概有四個 蠻重要的table 做table 那當這些有些的話 就是說 跟我們的 這個 轉換有關係 有些的 跟我們的 interrupt發生的時候 或是 Exception發生的時候 還是這個 Exception發生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找到 相對 立刻可以找到 相對應的一些 的handle 跳進kernel 這樣的東西 有些我會基本上 像這樣的資訊 那IH所謂的 這樣子 跟contact switch 有關的一些東西 當然這是 硬體上的 硬體有提供的設計 這些東西 但是 Dinus很應該 不一定會再使用到 它 但以後我給大家介紹 就是它 基本上這邊都是 適當能器 這個 GTR NTR LTTR 這事實上是 四個所謂的 table radius 指向的四種table 四種table 一個是 global discrute table 一個是 local 就是 interrupt 這個的話 就是所謂的 task 當然 這些東西 所代表的實體用力 當然你今天完全 還不會知道的 所以就在我們 以後今天 在上課的時候 會發一些很長的一段時間 會有很多時間 會跟大家解釋 它的功能是 還有什麼的 反正像之前來講的話 一些類似 也是用到 扮演 task功能的 這些東西 會跟大家再解釋 會這樣 這樣子 OK 那 這就是我們大家知道的 這個東西 那 我們要求的是 Ctrl Regis 這Ctrl Regis 的話 這邊有八個 CRD 到CRC 有些事實上 我剛才根本用不到 有些事實上 就是用到它的時候 我們可以控制 就是我們CPU的運作的一些方式 CR3這個東西 是大家會用不到 這邊最好是放一些有JS 一個有JS 那 到時候我跟大家解釋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做這個方法 這東西一定會動到 那它有這邊的CR4 當中有些的 這些也其實一樣 其實是沒有用到的 會保留的 那 有些要用到的話 就會每一個Beat 代表特例的Frag 每一種Frag的設計 那CPU操作方式 會完全改變 相當之間都PA1 PS1這些東西 當然你們會用到 所以這樣的時候 我們會再 我們再會把這個地方 會再讓大家再看一次 所以我們今天先知道 所以大概有些什麼東西在這邊 那詳細它的用法 它的功用 以後我們隨著課程的經營 當中會慢慢 很簡潔的跟大家介紹 那有些東西 當然就是 就是說 可能都在這樣的課 你會不會用得到 甚至 人力有啥鬼 甚至都沒有太多這些東西 那這樣就是 Ctrled Registate 硬件有八個 h Conservative 8個 9個到3r7 叫有沒有到6o 他現在所謂的 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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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那 例如 8個 那其中的前面有四個C-0到C-R-3 然後有一個特質說 你可以放一個adjust進到這些代理器當中 一旦就有這個adjust的memory sale 被人家去存取 不管是讀啦 寫啦 知識 那他就產生中斷 就通知你 所以說你可以用這四個代理器去堅持你信用當中的 當中的四個adjust 四個adjust 然後你可以改變他人質 但是在都一個時間 你只能同個時間在每改變的狀況之下 就只有這四個adjust可以公開他 就像這樣子 好 那 這邊來講的話 剛剛講的是三十二位元這碼就對了 他對戰存器的長度 除了二分之之外 他大概都是三十二個bit 基本上是三十二個bit 那如果是三十二個bit 大概是三十二個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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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看不到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 差不多六十二個bit 那現在是三十六四 他在一起可以可想要去學到 他怎麼樣 他會變成了六十四個bit 那現在會變成了六十四個bit 然後他名稱也有改 剛剛我們叫EAS 他現在就叫做R R RAS 那其實他有種可以類似 那是R的編法 就是說R0到R15 但是就是說R0到R7的八個 我們知道有些特別給他取一個名字 像Rax Rcs 就是來講問 Res Rbs 那這樣之類的 那同樣的一件事是說 這個六四bit當中 比如說Rs當中 這六四別當中 你最右邊的三十個bit 比的0到比的三十一 我記得之前叫做Dax 大家可以說 你只要說R0d 好 Double Word的意思 Double Word 或是 當然這最右邊的這個 十六bit 我們請問Ax 或是R0w 所以有R0對不對 R0d Double Word 這個就是R0d 就是R0d 一樣這樣子 這樣子 像生犯 所以看來它 事實上都是種類 像生犯 他這邊還是跟大家講 這樣的 這個器材事實上就這邊 只會寫這包 又把它附帶來 習慣 也就是這邊的 這三個bit 又稱為Cl 或稱為R1b 或是這邊的bit 成為DL 或稱為R2b 就叫做Dax的最 各戰能器 這機器可以讓它 進去外 然後就能把它 開始調整 好的 好 那這是EA CNOPOUS的意思 這邊多了 多了八個 八個 就是因為說這八個 在我們的這個 神是在呼叫的時候 穿梭傳遞的方式 也會跟著做一些改變 會被大家介紹比較容易 大家看到就可以了 你知道更多的訊息 這個還會準備點過去 因為它對x86上面的 不然是x86的 x8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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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它做 事實上是一個結論 以後可以給大家講 那這是 Incuenture 1 3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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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機器區塊 這六四的幣頭 就來叫做RIP 這RIP最右邊的三色幣頭 就叫做DIP 那當然這六四幣頭 最右邊的十六幣頭 就叫做IP 所以可能即使六四幣頭 一開機的時候 很在real mode 用到這邊是表示的 你覺得是 像perdentia或是 這張保釋 進到六四幣頭 用go mode的時候 他怎麼樣用這個東西來表設計算式 然後就像這樣子 那這Mode的Change 我們會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不過還在跟大家解釋就是說 這邊只讓大家知道 現在的六四幣頭 就三色再六四 六四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最早的部分就是三色 那如果說六四的導入進來 不讓同學覺得混亂的話 你可以暫時把六四的東西 給暫時拋進去看它 我們就這樣新的部分 就知道我們做到影像 比如說這邊來講 身上大家也會說 要介紹一些東西而已 暫時先介紹一些東西 你家裡有同學 如果對那個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留一些基本的東西 你可以知道 可以像這樣子 可以像這樣子 所以很淺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去 往下看 那B-flare在年期 這時候當然就叫做R-flare 他把B都變成R 都變成R 那這個來講就是 其實到時候 大家看到六四文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多了三個十二個Bit 很多狀況之下 那三十個Bit 怎麼樣 他全變了 好 所以你看到那件事情 很多都不去勤力 所以有時候你說 今天他把他的這個X64 叫做YA321 我說好像也不見得不無道理 然後不無道理 感覺好像不太 也不太一樣 是純粹流四 那東西會不會沒用到 也有JS64條線的話 也沒有全部用到 264字方多少 16Xabot 那這也是一樣 有很多沒有用到 所以有用到的也是 你剛剛做一些R-flare 控制CPU運作的方式 乃至於說是 顯示剛剛CPU運作的一個狀態 可以像這樣子 OK 他一樣 就是傳說Vegis 所以我們又把特別想念 略出來 也是一樣 CIO 所以郭司電 總共有一個想念 就是說 我們有這八個全略 十五個全略出來 所以也是這樣 當然很加倍 剛剛是有八個 那我會把這個八十六個球隊的 全略的部分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東西 那你用到的時候 再去看 就好 分開 這樣還是一樣 CIO 扮演一個蠻重的 很重要的角色 他會控制一些的 一些的 就是JS轉換的一些的 方式 轉換的機制 會在這邊用 然後 OK 好 還是一樣有 Second Vegis 剛剛 當大家的問問 究竟什麼 他的Second Vegis 不是說 可能可以請他在這邊 不要用 因為在我們這些狀況之下 基本上這兩個 還是你把 Second Vegis 的東西給出來了 當然這 Second Vegis 有扮演一些 特別的一些的角色 他要做一些 Priority 的一些的控制 原來是 因為本時代 User Mode 能在這個 Curnal Mode之下 那這個 Mall change的時候 要做些檢查的時候 我們會透過這些東西 要做些幫忙 那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 因為一般來講 很多公司 不管是一體大廠 或是軟體大廠 所生產 所寫出來的那個 報告 Manual 其實說真的 常常看的案件 也可以給大家看人家 是寫什麼東西 那這款的同學 會寫那個SPEC 有那個需要 當然這樣不錯 但是我覺得 Intel的SPEC 還寫真的是 蠻好的 農運動 真的 大家可以實際的去看 以前我一直很排斥去 讀那種SPEC 因為有時候看範圍 也寫很多東西 那 可是我覺得Intel 有東西寫的蠻好的 這套是 這套是 可以給他去看 MD他自己也有 像這套是 這套是 這些技術廠道 我覺得他們的東西 做得蠻好的 當然也希望大家 可以用它 所以說他東西寫的 都還蠻詳細 還蠻 還比較文化的 動 我會說 看一隻話 像是我之前說 看有時候都動 我們就打到在講什麼 不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他還是有 還是一樣16個幣子 那但是他的 這時候不太在做 GS的一些專制 一些像這樣說 說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說大概 有關於六四 我們就像大概 其他一點點之後 六四我們就這樣 就放開他 就是focus在30 i34 或是s30 像這樣子 那i34 那i34 當然就來講 有所謂的 像這個 real mode 就是focus 最重要的是 會有real mode 就是focus 因為你一開 機器剛買回來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的系統的時候 你開機還是可以run 對不對 為什麼可以run 因為你的電腦上面 可以程式嗎 像這邊有focus對不對 上面有些程式在這上面 那一開機的時候 要跳進去執行 好 那像這邊來講的時候 當然這時候 這些程式 都是real mode 程式 real mode 程式 就是剛剛有GS的話 我們今天要去定義 他的方式 會不太一樣 我們可以直接拿來抓型 會不太一樣 所以說這時候 一剛開機的時候 我們只要跳來這邊執行 因為這些問題 這樣子 因為這些東西 上面的話 他是夢中real mode 的程式 real mode 十六位也能量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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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他在這個adjust 就是20個bit 雖然是16個bit 但是他這個adjust 是20個bit 224個bit 所以我們稍微跟大家講 他就用過他adjust 怎麼樣來做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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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一開機的時候 你要跑 一樣上去的時候 他就直接會跳 那個地方去執行 好 一樣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插去painter 直接執行器 所以固定的時候 你也要去 好 就是他就要去執行 好 好 所以說在iSensor的CPU 是power on的時候 或是reset的時候 他就在輸入模式下 然後這個iSensor的 作為系統來講 好 那當然我們現在的作為系統 如果說是在iSensor的時候 run的這個作為系統 他真的run起來的時候 比如說Linears 還是Windows之類的 那我們這邊都是必須 在painter mode之下的 所以說是意味著 因為剛開機的時候 你在real mode 可是作為系統 真的鋪得起來的時候 那你要在painter mode 所以說我們會在real mode之下 進行轉換 轉換切換到painter mode之下 那當這個real mode 就是interaction的set 它是斷營器的side 跟sensor都完全不一樣 那painter mode 大概都是16個bit 那盒體的話 大概就是16或32都可以 會像這樣子 當然 在這邊來講 剛剛特別講到orgS 因為orgS事實上 在我們怎麼樣去處理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今天在run一個程式的時候 我們code和data 都會放在我們的記憶當中 那這code的data 放在記憶當中之後 你先去run程式的時候 你如果找到你code的data的位置 好 那這件事實上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大家會講說 我今天程式沒寫好了嗎 但是跟大家講 程式當中所看到的GIS 那只是一種 就是說類似一個設計圖的GIS 那我們大家會以像這樣的理由來看 就是說我們知道說這個設計師 這什麼設計師 後來都藍圖 後來都藍圖 後來之後說 這個房子空間大概有多大 幾平對不對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什麼地方位置 我要幹什麼東西 放置什麼樣東西 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個藍圖上面 會有很多的GIS 那當然同樣的這個藍圖 你可以蓋房子 蓋到什麼地方 可以蓋到台北 蓋到中壢 蓋到台中 蓋到倒數 所以說同樣的圖上面這個GIS 實際上對到哪個地方 定定的 那這樣我們性質心理一下 我們的程式 你的Compilot 你的Compilot其實是什麼 他是一個設計師 他設計師 他就設計說 你天天一個程式給他的時候 他決定你什麼的程式 每一個Byte 指令等每一個Byte 放在總共對待哪個4D檔 空間中的哪個地方 一個設計圖 所以說你跟IE程式寫完之後 就畫好了 那這IE程式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執行多次 我不講Tap 我不講Tap 就是IE程式Greader 再Greader下去 那Greader 實際上每一個程式的設計圖 上面都是一樣的 上面看出來的Ajure都是一樣的 但是他蓋的地方不一樣 什麼 當誰是建築功能 Loader 你的Loader是建築功能 他會真正的把你的程式法 放到實體系統上面去的 每個人的設計籃圖一樣 看起來有Greader14一樣 但是放在真正的RAM上面的位置 會不一樣 Greader14選誰選機制 就是幫你對應到過去 我今天你這個ParaX 你的籃圖明明是什麼樣子 本身真的蓋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真正的東西放在什麼地方 那我們真的Greader14要做 那X86這個機制非常的固張 那我們就是要花一段時間 給大家做這樣的一個介紹 那當然在Realmware之下 所以我覺得轉換其實他比較簡單 就是說他事實上出來 私底記憶體就切割成 大概就是你地板 以美感 以美感空間 那你一個ParaXe 你用完這個模區塊之後 下來你就不能再使用 所以那個時候來講說 你要同時放一大堆ParaXe 其實是蠻辛苦的 那你要放的程式 其實你要去自己去控制那些位置 那就是Realmware 所以說Realmware 然後他如果Greader轉換 其實它很簡單 因為我們要講三十分電腦 狀況之下來講 一個Aggress 程式當中看到的Aggress 一定會放在兩個部分 一個是Segment Regist的部分 一個是Obset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 不管是Realmware 不管是Content Mode 你只要講到Aggress 一定要搭配這兩個 你程式當中所看到的Aggress 也一定是有兩個 當然以後我會跟我康徑說 你講的是不對 我會告訴你其實沒有不對 因為一些特殊員部 都是你看到 現在不用講 你會看到那細節再跟大家講 那一定有兩個部分 那當你在Realmware 這樣就一定有Segment Regist 一定有Obset的部分 那Segment Regist的標示 是一個Segment的起始位置 那Obset的說 這個Segment的起始位置 相對於它 你的位移量有多大 位移量有多大 那同樣的這樣子 一個Segment Regist 和這樣子Obset 我們在不同的Mode Realmware 我把它解釋成 這真正的VeagleJS的方式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那不是說 像我們今天在做Aggress的話 那在這個Realmware之下 其實你要從一個 程式當中的Aggress 我們把它做叫做Logical JS 在你程式當中所看到的JS 叫做Logical JS 好 01 0 22 10 いくら 拍攝 providing 勾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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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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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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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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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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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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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